等于你在忙着 擦自己眼里的辣椒水的时候 对 他把你的牛肉都偷吃了 是这意思 对 可以啊 兄弟 牛肉好吃吗 我真的脑子反应慢了 我反应不慢了 你可能反应挺快的 我吃了它也不高 不是 我们正常反应 不会反应去偷牛肉吃 你真行 这男朋友有点就不体贴人 得批评他 就这样也谈了两年了 对 那说明他还有好的地方对不对 是的 就是我每次生气之后 他都会哄我 就是说那种死皮类类 产生这种劲 所以外一直走到现在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还没有分手 就是因为他去而不舍呗 应该是 那今天来到里面 是什么样的事来的呢 我就是想让他 把他那些毛病都改造 成了我心目中的样子 讲卫生习惯 对吧 知道体贴人 还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呢 还有件事 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我上次和我闺蜜去吃饭 就是我闺蜜可能为着我好 因为他毕业到现在 一直都是说 没有找一个正经的 稳定的工作 一直干一些兼职 东一锤西一锤 挣点小零花钱 但是我闺蜜想要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闺蜜这么说 人家也出一次好意 他一下就给急了 拍着桌子就跟我叫唬 说太过分了 当然觉得我实在是太丢人了 我都 我都在饭店 我没法跟他争吵 我觉得我没点跟他争吵 我拿着东西 我就跟我闺蜜 我就走了 咋回事啊 他说那话是出于一个朋友关系 但是你说的他没给你 我没给你面 他也没给你面 他上来就指着我 你可以建议我 就是说以后怎么来怎么办 但我不想你对我指指点点 他也没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他上来说的话 已经很越界了 那不是他身为一个闺蜜 该说的话 脾气还挺大 他这脾气就不能 分分场合控制 哪怕你回家再跟我说 我可以说我闺蜜说的不对 可能他说话有点过分了 但是你回家再跟我怎么说 我都可以理解 哪怕我哄你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当时就跟我发作 我觉得你特别不顾及 我的面子和我闺蜜的感受 他当时也不是没跟你面子 直接跟我说 他直下跟你说不也行吗 那他是闺蜜 他肯定会向着我呀 他肯定是我娘 肯定会为我撑腰啊 我就在想说这么一句 看着次次你脾气 这一下跟你爆发了 行吧 你们家人见过他吗 见过 咋样印象 印象就是 上次他来我们家 穿了一件布的那种风衣 跟我爸说叔叔好 我展上一做的时候 我爸看他衣服都露了个洞 他走的时候 我爸给了我三百块钱 说你给孩子去买点衣服吧 我当时就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 你出门不会看看衣服 有没有洞吗 我这书不就行了 不再说这洞也不闲一下 谁没人闲 看我哪有洞 哪有洞 你知道那衣服有洞 忘了 你出门就不会招到进去嘛 行 咋办 今天就是来让老师帮着改造 还是怎么着 就是想觉得 他如果身上那些毛病 改不了的话 我就一点都没法再忍受 跟他过下去了 那你现在怎么还忍得了两年呢 可能说一开始在一起 因为他追我的时候 也挺用心的 一个女孩肯定会被一个 针线男人打动 但是他特别用心 一直也是在生活中 也算是毛病毒 但是他也是一个 有担当的一个 那是个人这种 这种人都没人 是不正确的 这种人有嘴响 我这种人都没人 这种人都没人